好 我們看一下範例過這一題 這個題目你把它打十顆星 因為這個題目常常會跟我們的那個 一般的邏輯認識裡面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題目你先告訴你 看這裡你把它畫起來就是 摸彩原理啊 就是不管誰先誰後 中假機率都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既然都一樣 我看誰最快 看第一個 因為假中的機率是什麼 假中的機率 肯定是11分之3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算出來了 那乙跟餅呢 其實事實上你也不用算 答案是11分之3 懂我講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只要是抽籤 那你要記住喔 也就是說 如果以後有類似相同的題目 不見得是摸彩 只要是拿東西 那其實機率是一樣的 而且他講關鍵話 把它畫起來 取後不放回的喔 他是不放回去的 如果放回去的話會一樣 如果拿完就放回去 請問你 中文機率多少 還是11分之3 也就是說 不管有沒有放回去 都是11分之3 聽得懂我意思嗎 不管有沒有放回去 你的機率都是應該是11分之3 那現在這個題目呢 我們就證明給你看 為什麼 都是11分之3 第一個答案沒問題 11分之3 因為第一個抽的嘛 沒什麼問題 第二 以重限機率 因為假先抽的 所以要分兩種 一個是 假中 野中 另外一種是 假不中 但是以重 假中的機率呢 是不是很明顯是 11分之3 對吧 然後呢 以重的機率呢 是變成了 10分之2 對不對 好再來 假不中的機率是多少 是不是11分之8 以重的機率呢 變成了 10分之3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因為 如果假不中 是不是 一定拿那個8字 那個明顯會顧嘛 好 你兩個相加 就是你的結果 所以變成了 110分之6 加上110分之24 所以等於110分之30 所以一樣是11分之3 看到嗎 對不對 是不是一模一樣的結果對不對 所以一直在推 第三個情形呢 也是一樣 秉重前的機率 哇 這個就更討厭一點點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考驗前面兩個人 假中 移重 秉重 假中 欸 假中 移不中 秉重 還有 假不中 移重 秉重 所以要統統把分數完 OK 那這個我全部都講了 你自己有空自己去玩一玩 那個一樣是樹狀譜的概念 就是 分兩個部分 就是假中 跟假不中 對不對 然後假中的情況又分成什麼 移重跟 移不中 對不對 那這邊呢也是一樣 也要分成 移重跟 移不中 然後再分什麼東西 移重 移重 欸你不覺得 在我請這個樹中佛中的學 跟誰很像 你知道嗎 跟那個下午跟今天的意思是一樣的 你把下午邊想起來就是重 今天呢就是不中的意思 懂嗎 你還懂得去做群衣反善的動作 只是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說 他有告訴你說我記憶多少 這個你自己去計算那個機率 取透不放的 但是我告訴你喔 這些四個結果啊 全部加起來之後啊 一定還是多少 十一分之三 這樣子 會啦喔 可以吧喔 所以這題目要記下來喔 兩件事情拜託你記一下喔 記一下喔 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訴你說 在我的摸彩過程當中 不管先後順序 其實大家中獎的機率是一樣的 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以第一個人當標準 第二件事情告訴你是說 不管我這個簽有沒有 拿起來之後又放回去 其實大家中獎的機率呢 還是一樣的 這樣子 懂了喔 不敢去設計下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後面回題目 可以利用這樣的概念 直接寫答案 不用寫那麼複雜 可以 OK 好 來吧 寫一下